空军工程大学位于古都西安,简称空工大,但是这并不是重点,重点也不是这大学荣工、文、管、礼、法、军等学科与一体。 重点是它是军队2110工程约小,受空军和教育部双重领导。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不是重点,那么看看他们学校的小徽资历章,一定就是重点了。 众所周知,资历章士兵正厚装军官,跟业技术军官和文之干部,佩戴在左胸上的军服装饰。 军校学员、士官和士兵都没有,他们只有一枚国防服一张,下图就是正宗的国防服一张。 但是空军工程大学为了击巴学员们的进取精神,专门为自己的学员设计那校徽和资历章的结合体。 让外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西安这所名校的学员,还能知道他们在学员队里的地位。 第一排的最左边是姓名牌,把这个军官没有的也给加上了。 第一排蓝底红树杠是年级章,有几大红树杠,就代表着是几年级的学员。 由于空军工程大学是工程类院校,有的专业是五年,可不要以为带五个树杠的学员是端极的学员呀。 他们是本科生里最老的师兄了,遇见了树杠比自己多的学员。 一定要记得喊上一声,师兄好,这样可以在学校获大人际交往念。 很有好处的,右上角中职务章,现在的学校都是新建模拟营、联牌,学员担任骨干时能够看出他们的职务。 从副班长、班长、副牌长、牌长、副连长、连长,看来这大学不是模拟营。 中工院曾经设过模拟营长,其实就是原来的队长助理,有两人间和模拟教导员教导员助理术的那种,弯拐的线条代表荣誉等级,一道是一级荣誉,二道是二级荣誉,三道是三级荣誉,四道是四级荣誉。 很好理解,红底金星是综合荣誉章,根据学员的荣誉情况整体平定的,军校自己设计资历章,当然有它的好处,这里必须加引好了,因为它不是正规的资历章,这种资历章可以激发学员的学习热情。 在军校更加努力,但是,也要防止学员盲目攀比,对干部也要防止把学员会为三六球的,要注意资历章办法时的公正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